卖米果能不能经营电视台 其实连在立法院都引发讨论了 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双中案处理方式 那么民进党立委王信南也说 NCC在法律上面站不住脚 那么在昨天看到主委彭云到立法院去背询 立刻遭到立委们的围剿 还执一说 现在都已经小幅的让步 删除了两条的附带条款 也就代表NCC根本是站不住脚 干脆就撤销所有对于中天中市的附带要求 那么否则只是证明说 NCC对于电视台的态度是标准不一